謝謝剛剛何教授的介紹 這個看先生 我從來沒有教授看先生 不管他是在政府做部長還是立委 我都教授看上去 所以我今天也不意外 這個吳醫師 或者我應該教授部長 吳教授 那這個小楓是我的老朋友 蘇教授 我看過一些我不能說全部 但是我都很受益 另外我剛看到我的好朋友 吳士祥先生 還有貝社的紀社長 胖伯多拉 我也很高興 在廢人的情況之下 還有這麼多人 那我先說一下我的二曲 我的曲境 我跟蘇教授有一點不同 我們學歷史的 你可以用橫觀的角度 談歷史 也可以用圍觀的角度 談歷史 那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 歷史的福度 怕得很強 從過去 他現在 把台灣的民主運動 讓大家 充分的了解 他最後的一個 這個議題 如果其實是 談到民主跟族群 聽說 今天這個 今天是我的題目 那 婉文先生 講民主 跟獨立 我覺得 可能還可以 再深一層的講 不是民主 是民主跟台灣族群 台灣族群最後才能夠 做出場的議題 這是我很簡單的說 那 我在這個 這個討論裡頭 其實我 我事先做了一些功課 你就花很多歷史 把這段歷史重新 佈置好 才得到我分析的論壇 那我的那個重點 是說 族群位移在台灣 民主派的過程裡頭 有支配性的作用 當然我們知道 構成民主的原因很多 不是一個待遇條件可以完成的 那 也有內外各種因素在裏面上 但是呢 我們也曉得 我們常常講 分析一件事情 比如共享 比如術相 特殊的術 比如術相 共享 就是你的民主發展的過程裡頭 會有共同的地 共同的成名 但是 術相 是說 在這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民主發展裡面 最重要 最關鍵 最 怎麼講的 必要處分條件 那我今天其實強調的是 這個 俄國的這個文學家 托爾茨泰阿納卡的名案 換一個 也有一句話 他說 幸福的家庭 或是相識 不幸的家庭 各不各的 不幸 這句話可以挪用在民主上 我不是說 跟他完全一樣 是說 可以挪用 那 非民主國家統治 不是相識 成功的民主國家分析 這個我講的 這個術相 所以我強調 台灣能夠走到今天 大家都說台灣 族群對立很嚴重 他們沒有深究 因為這個族群 造成台灣的民主化 那 講這個之前 我先說幾點 這個 台灣的 造成台灣民主的一個因素 第一個 民主思想 成為非常重要的 深入人心的 不可化解的一個 價值觀 那 我這邊舉的例子 就是 1921年的時候 到了俄羅斯 去能源少奇 他說過一段話 他說呢 我們過去多信仰社會主義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好東西 但是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麼 但是我們 注意 注意 1921年之前 在中國 社會主義 真的是 熟悉的人很多 正面維護 複裂指責的多有 有一樣的東西 沒有人可以指責 就是民主 所以這個民主呢 其實是 在 1949年的中國 或者是1949年以後的 整個台灣 他都是神聖的 大家都沒有人敢去批評的 那麼 在台灣 我們也知道 不是 英海關 用英海關的說法 就是代表了兩種 時代 一個是 武士時代 一個是 後武士時代 那麼 在1949年以後的 台灣 其實是 中國的EPD 自由主義者 到台灣 合在一起 編了自由中國 這個自由中國的招牌就是 不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自由中國裡頭的 帶一句話 不過在他們 1949年之前 他們不是自由主義者 像 英海關的 撒西斯主義者 變成 社會 民主主義 最後才會 變成自由主義 這個中間 是有一點過程的 但是 不管怎樣 對於 中國要走 民主隊 這條絕情 他們沒有改變 剛剛那個 蘇教授也講 說 國民黨 跟共產黨 有一點差異 我用一個人的話 來代表一下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就是 除安平 除就是 除旭的除 安平 就是高雄的安平 這個人的重要性 在哪裡 這個人就是 自由主義 在中國最後一本雜誌的唱版 他的這個雜誌呢 是跟著 這叫做 觀察 如果你們看 已經是一個回憶錄 裡面有一段 他就說 他年輕的時候 受到觀察雜誌 很深的影響 使他到現在 來個自由主義的思想 這個人就是 楚安平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 民主 在蔣介石的手上 是多少的語 在毛澤東的手上 是有餘的語 譬如解釋耳書叫做 蔣介石跟毛澤東 是有一些不同的 如果我們用成敗 我講 我常常說 蔣介石是失敗的毛澤東 毛澤東是成功的蔣介石 所以你們可以知道 他們的整個政治的權力 的做法 其實是很相近的 那在台灣 儘管 這個 國民黨壓制民主 千方百計 不讓民主發展 就把理不干掉 我們看 我們看 完勝是 蔣介石 首發的大教 他說 共產黨 自由主義 台主三個 也很嚴重 但是呢 他也要說 台灣的民主問題 必須用民主的方式去解決 這叫什麼 民主是不可動的 民主是 是大家調為戶 第二個 我也講一下 這個美國壓力 你剛剛書叫做永久 1949年以後 蔣介石 跑到台灣 美國其實要處理一個探索商禦 中國是怎樣 如果你看美國公園的愛秘書 他就說 我們美國沒有責任 都是讓蔣介石去負 他們那時候 對蔣介石 驅逐是 要把他驅逐走 那時候 杜魯倫 叫做 魯斯克 這個國務器 設計了一個鐵三角的 台灣正群的人馬 胡適當中 蘇利人的軍事 古國徵法 行政 魯斯克還偷偷的跟胡適借了電 告訴他說 你要被他來做做 胡適跟他講 我知道你們美國人 對蔣介石非常痛恨 但是 我在國際可能有聲望 在台灣也有聲望 但是我沒有 沒有權力之處 所以我不可能去 第二 蔣介石是在台灣一直放不掉 所以你可以知道 美國對台灣大力很大 但是呢 蔣介石曾經一度 同意到菲律賓去 把權力放棄 只有一句話 讓我們有尊嚴的 離開台灣 這個就是 1950年的時候 現實的情況 什麼時候發生 徹底的改變呢 韓戰發生 韓戰發生以後呢 美國非要保護轉變 什麼 這個 台灣海峽 美國派軍變 反省 然後定中美防禦條約 這個條約是 越東朝主義 這個條約 我們現在來看 台灣已經是美國保護國 美國的保護國 是從 中美防禦條約的那一刻 美國對台灣最大的政策 以及重要的政策 就決定下來了 那葉公燒聽說 為了簽訂 這個不讓他反攻 大陸 只要 這個條款 中國呢 這個連夜 從 美國大使館 被 調回到台灣 從此 復刑 這個是 是 後果 中美防禦條約之後 下面有聯合共法 中美防禦條約是沒有把 金門馬 以二套再主題 號叉反轉 台灣 金馬號戰發生以後 美國跟台灣 重新簽訂 聯合公報 把金馬也 排放了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講的是說 到底 美國對台灣的政治主義 我們一直要強調 美國不是要保護他 美國保護他自己的利益 台灣如果喪失的話 美國西岸的 這個防禦系列 一直要到加州海岸 這個才是美國最重要的利益 所以大家說 美國後面保護會不會出帝 美國要放棄自己的利益 他就會不會出帝 美國不放棄自己的利益 還要做國際最重要的大選 為什麼 台灣不能喪失 台灣算是日本 不能喪失 第一島鏈全部撤退 這個是美國承受的武器 1972年,季辛子歷,尼克時到中國去跟毛澤東施行,不要建交 為什麼中美繁育,而不是中美建交搞那麼久 原因很簡單,美國人民不同,這個是季辛子歷親口的周二來說 第三個,我講一下,不是我的理由,是民事長的理由 台灣的經濟起飛,我做一個摘了一段很短的理由 簡單的統計數字,台幣跟美元的貝率從1985年的40.2 一路攤生到1992年2020.52 1987年台灣,1987年台灣的內外外外販存體高達760億美元 經濟於日本,1985到1995年之間,台灣的股市大漲了20倍,房地上大漲了10倍 現在,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的經濟起飛,台灣的經濟,到目前為止 都還在擁堂的理由 那我這裡頭來提出另外一個,跟民主比較有關 中小事業的老闆拿著大漲的箱子,全世界跑,累積了財富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國民黨跟大氣墊與人手掌控台灣的經濟 這個情況又不是比例了,又倒透了 當然呢,還有比如說習慣還有教育,這些都是原因 但是我覺得,在我的研究裡面我認為,台灣人跟大陸的人 都是那時候在大陸的地方,內地的長度 或是講中國人在人數的比例大概是85比15 大家想一想,這個人口的結構,是哪一邊的實力比較大 如果你只靠著軍隊、靠著特務、靠著警察 80%的毫無辦法,這是過去的例子,不能看 但是呢,我不曉得台灣人有意還是無意 台灣人發現到,我要對付這麼強大的獨裁者 軍事獨裁者,唯一的方法就是民主 所以民主在我的研究裡頭是一種權力 是一個推方國民黨最大的力量 你除了靠民主,你還有別的辦法可以取代國民黨 所以我們看到後來講,台灣出頭天 拉伯羅斯四百年來第一站 或是講台灣意思 必須從族群這裡來去考量 這個就是很多人 我知道,我的這個研究題目在我所閱讀的範圍很少人 當然也可能我讀書得得不多 因為我不是在學校教書 我只是一個媒體工作 叫退休以後,開始研究歷史 所以最重要的是 民主的觀念從過去的想像整到現實 下面呢,我舉出一個理論 做我論證的正點 我提到理論就是說呢 1924年,經濟學家雄宇寫了一本書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 那這一本書裡面,他提出一個對於民主崭新的理論 他稱作另一種理論 那這個另外一種理論是什麼意思呢? 我要簡單地說 民主政治最主要的程序 使人民經過競爭 然後選出它的領袖 這個理論為什麼重要呢? 它爆出了 不是一路下來提倡的古典民主理論 那古典民主理論呢 我們也可以簡單地聽說 民主就是為現實的共同的福祉 做出政治決定的制度性安排 所以我們來比較一下 兩個已經不一樣好了 這個古典理論是18世紀的自由主義哲學 所以它叫共同意志 共同福祉 common well 這一類的觀點代表什麼呢? 人類是一個崇高的理念 這個崇高的理念實行在政治上就是民主 所以呢 它是透過人民的共同意志 就是它的來源 那做到什麼時候的共益 但是熊尼的完全不一樣 它說 藉由參選人激烈的競選 獲取了人民的選票 贏得了政治權利 我們來區分一下 一種是理性的 烏托幫的理想主義 另外一種就是熊尼的經驗的 描述的制度和程序 所以這兩個民主理論 我來證實什麼 我不是說台灣的民主 後面有一個另熊尼德的民主理論在推動 不是 台灣的民主的總項就是證明熊尼德的理論是有效的 而且熊尼德在1942年提出 這個辯論在西方激烈很長 1975年所有的政治學者 同意熊尼德的理論 也就是說熊尼德的理論被政治學界接受 我們現在在台灣很多人對Hunting的理論 或是Robert Dower 道理的理論 他們都是被取兇的 我現在就是要說 這個 1949年後為什麼會產生民主 拜託多說 台灣能夠民主 是華人世界裡頭唯一的 所以他們背後的推論是說 台灣可能中國已經沒有 那我們現在就要討論 中國為什麼不能夠產生民主 這個是一個到目前為止還有一個討論 我舉一個比較實際的例子 然後舉一個理論 實際的例子就是 1918年不是寫了多年就分少唐主義 提出了一個挑戰 現在共產黨就說他那個就是非常 就是要排除共產黨 那梁喜超的一個朋友 他是在《波音公報》裡頭當主 他說的一段話 他人說的那一段話 他人說引用的 不是針對民主 而仍然好的 做我們的正義 他怎麼說呢 他說 他是說 軍主裝置的平台 在中國行了幾千年 沒有人覺得不合理 沒有人把它拿來當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 中國人民對於裝置政權 不覺得不合法 也不覺得不合理 既然沒有不合法 不合理的問題 當然裝置政權也會繼續下去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中國 我想大部分的中國人 都受討論 你只要在經濟上把我搞好 你實力端子 跟我的人民沒有關係 跟我的生活沒有關係 那 這個在理論上提出問題的 就是哈澤的教授 根據米什瓦斯 他質問說 為什麼中國的儒勝 不是知識分子 你千年來受盡了這個毫無節制的 權力結構之下 沒有躺在 沒有想出 這個 另外一個方法 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他認為在社會 中國的社會裡頭 有一個神聖的位置 而且這個神聖的位置 是比個人重要 也就是說 皇帝的位置 比作為皇帝的個人重要 如果你看中國的意思 大家搶的是皇位 做皇帝 是憑藉他的皇位 能夠主宰所有的東西 所以神聖的位置 是他來用這個 佩奈爾什瓦斯的理由 的深層結構 中國有一個深層結構 沒有被人打破 我看到的一份資料 是他去做演講 把這些論文做了一個報告 談下班場 有人質問他說 你這樣講 有什麼證據 佩奈爾什瓦斯聰明 他說 你舉書一個例子 告訴我 哪一天中國人出去 你也舉書這個例子 在我研究裡頭 我覺得只有唯一的一次 中國可能實行民主 就是元氏坦通過這個臨時憲法 他呢 不會被選舉 這個時候呢 國民黨的領袖 當然孫中章是一個 黃欣飛的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宋教人 宋教人實際上是國民黨的領袖 他 嚴若爾三個小大 跟國民黨合在一起 國會選舉大 而且呢 他也準備去做國務總理 如果宋教人 去做了國務總理 元氏派總統的群 自然而然可以遇到國會 這個國務總理的手上 也就是說 那個神聖的位子 已經沒有了 他 如果他真的當了國務總理 中國是不是一定走上引主 老實說難說 因為誰知道後來不發生任何事情 但是呢 宋教人 從上海到北京 在車上被刺殺了 誰刺殺到他 到目前為止 每個人都有一套的說法 但是 袁世凱是背後的兇手 可能是最多人認為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說法呢 因為 這個呢 負責任把 找到兇手的那個人 應貴心 他是黑道人 他幫助著陳其美 跟陳其美 就是 滿清革命的時候 陳其美跟這個應貴心儒合作 所以很多人說是陳其美 也有人說是白心 也有人說是孫義心 為什麼呢 如果 送套去做國務總理主 代表什麼意思 南京的國民黨的權力 就被背 所以很多人也不站起來 但是 我看到一個 背臉 萬年 是環心寫的 他說 前年殺 吳露真 去年殺 張正武 今年又殺 宋教人 你說是應貴心 跟我講的 他是黑幫老大 他說是 紅樹 紅樹是 袁世凱的國務藝術 然後呢 我說 我說 確實 袁世凱 這裡面講的 幾個人 吳露真 他是 其他一個人 被 袁世凱殺的 另外一個 戰正武 他是 袁世凱要做 國務 蜻蜓把他召回去 做國務總理的時候 他不站 他不站 被殺了 背後的故事 我也不在 你這邊 細說 你可以看到 環心那個隊員 晚也有趣 這個 呂英史的 回路 錄裡頭有一段 1946年 國民黨特務 在昆明暗殺的 唯一說 然後呢 殺了李公平 有個人寫 對眼 天下是老子的 誰叫你開口民主 閉口民主 江上有本黨 坐定 卻看我一槍殺人 槍殺人 中國歷史 其實就在創位 就在革命 就在暗殺 在中 真法之所度過 如果你屈都歷史 你都冥死 也會不常而理 那一種 常人 那一種 凶狠 絕無二化 那我們也可以去唐太宗吧 大家都認為他是英主 是 非常有名的 唐太宗殺了兩個哥哥 逼他爸爸交出皇位 他唯一的一個 功能就是把突厥 突厥 突厥 突厥打敗 做了天可汗 而他的爸爸 是跟突厥稱臣的 連陳尹雀都要稱讚 唐太宗 這代表什麼事情 政治 其實沒有道德 就跟兄弟的說 民主權體 沒有道德 這一個 什麼 什麼 有到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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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碰到的最大的問題 也是族群的問題 他怎麼樣來解決這個族群問題 這個是最後 如果我們六十一人講 我就很簡單的把它說好 所以我剛剛講 徐副官跟張佛全 他是一些民主的人群 是北大教授 都很大一個教授 他們兩個有一次 有個辯論 這個辯論就是說 張佛全說 民主裡頭有道德的空間 自由裡頭邊道德有關 當然是徐副官受不了 因為新武家的那一套 就是從道德建閣牆 義大利在十五世紀的時候 馬加爾里寫軍話論 最重要的大家都認為 他進入了學術 進入了現代化的門檻 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從來不談道德 他就是告訴你政治的本質 本質是什麼 你要怎麼處理 跟道德的理貫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 都市的民主會受到 這麼多中國人的喜愛 所以背後還有一個深層的五百 是中國人對道德非常多人 但是我們要看到滿清正義結束以後 北洋軍法 北洋軍法和南藩軍法 南藩軍法 大家現在都知道有哪有北洋軍法 從民國時代是叫環帝 49年以後 共產黨跟著毛環帝 毛環帝傳給習環帝 哪一天有民主 我們可以 我這裡是要講 為什麼 不是陳獨秀 提倡民主的科學 我剛剛講 這個民主還不是 制度性的安排 背後 背後有道德的遺憾 你看看 那個陳獨秀 在《新青年》裡面這麼說的 他說呢 這個 看一下他在哪裡 他是說 中國 要救中國 學術 思想 道德 文化 你只有靠體 民主不科學 他用德先生跟賽先生 那用我的說法呢 就是 德菩薩跟賽菩薩 所以 民主在他們的眼中 是鄉鎮 今天的 高 放在那裡 可以莫敗 所以 這種思想 一直傳列下來 不是雷陣 完全接受 那什麼時候他們改變 我們下面也會講 碰到真正的政治 他們非改變不可 那我們也曉得 就是1949年以後 這邊我簡單地說 1945年以後 大斷軍 大逃亡 所以隆蔭在講 1949 大江大海 完全是片 1949 是陶江陶海 你們去看附政者 書 他最近他的書 出版 他裡面講 他怎麼逃亡 那正式 一步一血背 大江大海是 是什麼樣的 是國民黨 帶著軍隊 帶著軍隊裡頭 最多的特務 為什麼特務最多呢 特務知道 共產黨來了 他毫無國務 所以也要講說 他逃台灣的時候 在馬頭上 就被特務 帶著槍 搶到位置 這種特務 按照雷陣的說法 五十三萬 無國真的說法 有十五萬 不管是多少 台灣 後來蔣金 裏能夠建構 他的特務 體系 這一群裡面 才是台灣的封告 1940年 跑到外面去的 其實有三個地方 美國 台灣 香港 日本少數 所以在雷陣的日記裡面 談談 第一流的人才 逃到美國 第二流的人才 逃到香港 第三流的人才 逃到台灣 這個當然有點 是有點嘲諷 余英時認為 到台灣 是必定有的人才 所以我們堅定 去評斷歷史困難 那這個 到香港去 最重要的 就是第三次 他們是 開始 就是說 有新國民黨 他們這群人 討厭共產黨 討厭蔣介石 決定要成立 一個第三次 可以看的 這個背後 其實是 這個 有美國人的支持 那麼 這個美國人呢 他們為什麼要支持 第三次 在香港 我看到的資料裡頭 基本上面 沒有定位 但是我們知道 美國人出錢 最好找的是誰呢 這個 張化北 他是應該是 廣東的 陸軍總司令 和副總司令 還有呢 就是 張軍曼 還有 陸孟徐 還有 蔣介石的老師 徐忠子 那他們希望 這個 這個 將軍曼 能夠出任 出任 游擊隊 他告訴他 說 是 是不肯的 說 這個是 做不了的 那 後來 他們 找了一個 謝承平 到沖繩去 組織了一個 軍事體力 關於游擊隊 吸收了很多人 後來 也是 無垢而返 但是在香港的這一批 謝承平方面呢 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若無法是出版者 還是 也就是說 這個自由的陣線 或者什麼 祖國中看 這些都是對台灣會有影響的 另外呢 有出版社 我們知道 又有年出版社 丁海關 在雷岸發生以後 收集他的政治文章 就是在又有年出版的 台灣會有出版 好 其實比較重要的 我要講 在美國 在美國呢 聯合國的首席代表 將平屬 還要成立一個中國自由的 將平屬 是民主社會的這一派 不是不要社會 所以但是呢 他們都知道 有大人不是 進入這個組織 才有成功的可能 參加的有誰呢 駐美大使 顧文主 蔣廷府 不是 但是 不是的原因 我們剛剛講過 不是的回答 它很清楚 在台灣你要放 跟你是有炮災過的事 除蔣介石之外 沒有必要討論 那這個 蔣廷府跟胡適是好理由 他們一起弄獨立 因為都在學生界 所以呢 他壓迫 整個胡適那裡接受 還有 胡適跟他一起 講過兩個理由 看你的這個組織 什麼時候加入政府 等到你加入政府以後 我再來考慮 胡適當日子的角色 誰代表什麼呢 中國自由黨 基本上面 他的 我認為蔣廷史的設想 就是認為蔣介石竟然 不被美國承認 那麼 他們這一群 和美國的自由主義分子 就可以到台灣來 接收蔣介石的證據 他沒有告訴人 他什麼接受 他怎麼去做 他通通沒有講 所以我的設想很簡單 他就是靠美德的力量 把蔣介石政權 驅逐給他們回來 這個我剛剛講 他們這個背景 就是美國對蔣介石 很討厭 那這個台灣的政權 侵化又進來 所以他有機可乘 但是我要提到的 就跟我前面的任意有關的 中國自由黨 他的宗旨 他說自由人民的自由意志 應該是中國政府 一切權利的源頭 這代表什麼呢 自由主義的自由意志 公眾議題 是很重要的 是他們成立政黨的基礎 所以跟我前面講的 相信自由主義下的民主 但是我們也知道 這個 不是不參加 到了 這個 中國古典 中國自由黨的宗旨 最後 在自由中國 第四期 創綱以後的第四期 分兩期登出來 這代表什麼呢 民政很希望永不正黨 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們也可以看到 蔣庭子的日記 到了台灣來以後 做了演講 裡面有一天的日記 自由中國的主義 所以我們可以證明 為政一開始 他們就要準備要主黨 但是呢 我略為說一下 自由中國成立的原因 自由中國成立在上海 他的讀者設定 他的讀者設定 或者說我們知道 我們做一份雜誌 尤其是平日是一個雜誌 第一個想法 我的問題是對 我的敵人說 我要對付誰 他們對付的是上海的媒體 所以這是一個 第二個 他沒有想到 國民黨敗了五塊 不是說長江是天線 中國歷代 戰爭要過長江 非常困難 所以呢 共產黨沒有緩定 沒有入居 說我們跟中國 去共產黨化江而治 是可行的 不是他沒有出國之間 但是呢 共產黨很厲害 就是用金條 收買了 首央的 戶價值 各種 戶入居的戶價 然後 不非一兵 主獲獎 所以 中央來跟大家 跟大家講 大國民黨 努力很重要 金錢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國民黨 敗和雙的 其實有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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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那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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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黨大 是沒有 沒有成立 但是呢 我們 要看一下 中國 自由黨大 成立的這種 心態 在雷政區 一句 我下面就是 從雷政 自由中國的發展 來說一下 怎麼樣一步一步 從 古典民主的理論 整向了 第二種 民主的理論 第一種就是 我們講 階段也好 雷政是希望得到 國民黨的成立 和容忍 自由中國第一篇 寫 反對黨的文章 是1950年4月 它在題目中 反對黨的自由 以及如何確保 它把反對黨的存在 既往以國民黨的支持 與國民黨的容忍 到了1954年 它的設立 形線與民主 它說 我們成立 反對黨 不必 短時間 取代了 辭聖黨 但是 可以使 辭聖黨 有所警惕 所以 他們沒有要跟 國民黨 強制權 我想 當初 像 社群黨的 蔣雲田 這些人 基本上說 到1954年 4月1日 剛剛 蘇教授也談了 慶祝教授 當選 連任 政治方面 想 政黨政治 如不充分 具備 很難將民主 憲政 納補政 效果就是重點 培植有力的反對黨 是值得將總統 進行考慮 反對黨 要靠 文明黨培植 要靠 講總統 一個部分 這個說 就是他們 畢職 畢製 畢裟 死人 一月 到月底 的時候 他們還講 他們討論了 民社黨 青年黨 在形式上 他們也是 在不了政黨 毫不牽制的力量 他說這個問題除了兩黨自己要負責以外 執政的國民黨也要負相當的責任 就是面有盡高培養之責 給予反對黨能雅發育的機會 上面他講說反對黨到底怎麼產生 是由國民黨分化出來的 還是戰役黨聯合組織 還是由新的黨派出現 希望政府黨就是國民黨對方對黨的產生和成長要刻意培養 所以一直下來一直到五六年 他們還是決定比如說執政黨來支持反對黨 然後呢再過去還有一個辦法 執政黨裡頭分裂 這一個說法是不是坦克文 不是呢 1951 1952 兩次血性的蔣介石就告訴他說 文明黨為什麼要分化成兩一個政黨 不是三個政黨 他說要分化的時候你可以辭掉總裁的位置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文明黨沒有一個強人的指揮 但是我的推測 不是這句話 沒有 大約跟蔣介石提出 是他日記裡面 私下的樂觀 這種情形在古時的日記裡頭 有很多例子 最重要的是1958年 在自由中國社會的演講 就是爭取年內的自由 我談到反對黨 他就說 現在你們讓教育界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出來 主心黨 五年十年再也沒有關係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為基礎的政黨 然後呢他說 他們說你們內部 你們國會黨內部 可以自由分化 從兩個黨和三個黨 今天我的大少爺的抵政 明天你的二小頂的執政 都是自駕排 反對黨 有什麼關係 戰友黨有什麼關係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一番 就是說 他們完全不了解 民主政治的產生 是靠著激烈的旋律 所以不是靠你要分化 你要內部分化一樣 你要容忍別的政法產生 這樣子的分化跟民主毫無關係 所以像中國的專制政權 在20世紀 美國的政治學界 認為中國有政治 那一種統治的方法 有政治的方法 第三個階段 就是雷正希望 民社黨跟青年黨團結起來 把兩個黨變成一個黨 然後先要由青年黨團結 因為它內部的群體分爭很厲害 民社黨也要內部的分爭解決 然後兩個黨變成一個黨 那就是一個戰元黨的開始 到了1955年11月的時候 機會來了 張群邀雷正出面去解決青年黨內部的分裂 雷正滿懷著希望 他就說 他在1956年的讀者報告 大概10月 要求國民黨全力扶持有力的反對 同時呢 他請這個胡適出來引導 把民社青年兩黨合起來 加入國民黨裡面的一小棒 社會上的五黨派遞 成立國民黨之外的一個黨 也就是說 他一面要整個青年黨 一面呢 就是 要胡適出來引導 然後呢 他認為 這樣子 他有機會 也就是說 用胡適的威話 讓兩個政黨裡面結合了 他是這樣子的 一廂局面 完全失敗 什麼時候成功呢 剛剛蘇教授也提到 第三屆縣市場選舉 第三屆縣市場選舉 跟審議會的補選 剛剛他提到 四龍一鳳還是五龍一鳳 五龍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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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知道 那是浩特 民臺灣人的從政者 蠢蠢逼供 那麼這個 這個雷正呢 對這些事情也很老體 他說今天 他跟不是寫了很多 是主要是逼供 要胡適出來 團結這一些政黨 他說 如果你不出來 這是一個責任 會有留學 臺灣內部 造成很大的災害 這個是雷正寫性別胡適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青年黨內部團結不可能 民社黨 中間有個理解 除了他的權力分之以為 國倫黨建復查證 用這個部駐款 來讓兩個政黨內部 不能夠合作 也有人寫過文章說 他們在民社黨裡頭 在青年黨裡頭 安排了特務 把所有的情形都告知 如果你看陶希森日記 他有寫到這一段 怎麼樣來入落青年黨 但是1957年呢 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 也就是說選完了以後呢 這個 沈憶元 非常生氣 因為選舉不可能 同樣的 我們青年這一年 正德中國文章 可以將反對黨的比方 共同的意見 就是說 不要再寄忘國英黨 要自己去成立 反對黨 我們青年的時候 傅政 已在第三屆選舉之前 寫了一篇文章 它裡面的重點是說 在野黨及無黨無派的人士 應該面對現實政治 進行大團結 結成一個強大的反對黨 這是自由中國第一次討論選舉 後來傅政 在他的晚寧的書裡頭 他寫了好幾本 書裡頭要講 那是自由中國討論選舉的第一次 所以1957年 這個 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1957年 5月18號 剛書教授 一萬居 郭雨昕 楊姬 楊姬正 高玉順 時行修 余根發 一個選舉卷討會 這個選舉卷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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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政黨的宣言 或者說 新政黨的明雅 然後來他們呢 要把這個組織 變成永久進了 比如說台灣事實法規研究委員會 原來是中國的 為了要對這部通國 中國 改成台灣 這個時候呢 雷正的態度其實已經改變 他說 這個 他跑去見 到台中見張佛群 他跟張佛群說 我們必須一個有畢的環境 他已經寫信給福祀 還要得到 父姓 他的悲姓 說 這個 中間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除了社民 跟青年人黨之外 事不事外 還要增加無主派人士 所謂無黨派人 就是台灣人 所以雷正開始思考 我要成立反對者 應該接到台灣人 在這個之前 我剛剛也承認過 他們主黨的過程 沒有台灣人 1957年為什麼會有呢 台灣人要主黨 而且氣勢也出來了 這個雷正就寫信給這個胡適 叫他一定要出來 他說 因為明星兩黨的過程 新反對黨要以台灣為重心 他說 你呢剛剛是台灣人認為的相近 這個話不是假的 因為他們成立政黨的時候 中國民主黨要成立的時候 這些所謂 李萬居啊 這些也都見過這個胡適 而且告訴胡適說 你們是我的黨黨的第一人選 雷正是第二人選 所以你可以看到 胡適如果真的要出面 是可能的 我下面呢就跳過去 回去叫這個 中國民主黨怎麼出來 中國民主黨的這個出來 是 蔣介石要三人的 沒有人打得住他 胡適呢心裡很生氣 但是呢 投票捨辦回去 這個再一點雷正 不高興 那麼雷正有天晚上跟胡適談 他說 蔣介石 非要三年任 違憲三年任 他們對他三年任的意見 比較小 重要的是違憲 那個憲法被他思維 胡適就告訴說 我們現在只有組織法對他 反民青把台灣人全部納入 組織一個有力的反對黨 胡適的一句話 讓雷正能夠煩心的主黨 所以雷正主黨不是有了責任 因為他的鼓勵之下 他們組織黨 組織黨以後呢 這個 只有他們 胡適跟雷正只有一個 橫在他眼睛的問題 也就是說 雷正要參加組織黨的最低條件 不能變成台灣民主黨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組織黨以後呢 他們主席團有七個人 雷正是唯一的外省人 這個中國民主黨的這個產生 奧律術呢 有一個和一部 他很細緻 很細緻的講的那個 開會的過程 但是呢 開會的過程其實都錯 比如說 他說他在這個自由之下 其實不是 雷正是緊隔主席之一 這這個在雷正的日期 就是 一個自由東中國後來登出來的 背景 他看得很清楚 高瑜術 講背了這個詞 他說 他說 當初很多人提議台灣民主黨 雷正堅持不肯 他迂衡全集 還是要用中國民主黨 把他去建設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雷正不希望這個政黨 還沒辦法 第二個 雷正在這個七人主席團裡頭 一言之一言之一 你說他為什麼 有正好的力量 背後是胡適王 可能更重要的 雷正手上有種自由中國 自由中國的那時候 發行掉 老實說 看 我不曉得 就像康先生那時候的康律有多少 他可以發行到一萬多元 不要忘記掉 他是半月康律 所以他一個月能夠賣掉 二十萬 十幾萬二十萬雜誌 那是很大的收益 所以他有錢 他能夠做 所有的事情 差不多了吧 好 OK 我上面很簡單 他們現在碰到的位置 怎麼樣來解決 內部反對 內部反對的聲音很大 包括帶渡者 大家大概也不會理解 他是以前跟魯迅 跟無趣的人打底仗 他所謂一雙主席 他跟雷正講 我想最重要的 把臺灣搞起來 我們大也沒有入政 不只是代入本 劉柏 我們打出 有兩個人我覺得 我要特別提出來 因為是王興凱 我想 這個 看先生一定認識他 他說 他說 你去搞新黨 把人的身份 下降 你會變成跟他有一樣 我常常講 這就是 他們跟你們 在這裡非常清楚 分野 胡修元 胡修元 就說 如果 胡先生 辦 我們掌聲 雷先生 雷先生 辦 胡燕 這兩個人 成立反對 總比台灣人成立還不好 這個裡頭其實有一個有趣 就是我們跟他們的分野 也就是說 我們一群人 跟我們 把我們不同的人 變成他者的 Other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的鴻垢很深 下面呢 其實應該要敘述 怎麼樣打破族群的泥霸 最努力的就是雷政 因為很光是下道平 他們發很多力氣寫很多文章 還有一點 自由中國是外式知識分子的情 作者沒有一個台灣人 編者沒有一個台灣人 族群沒有一個台灣人 族群沒有一個台灣人 這個現象 雷政是說台灣人不為寫文章 可是一九六零年以後 很多人在自由中國寫文章 而且文章寫得很好 這個文章現在通通都在 所以雷政的那個說的話 也不是原性可信 最後呢當然也就是說 彭明明他們的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的自救宣言的背後 是鴻海關 我寫過專門的文章 他們鴻海關怎麼樣 是自救宣言的贏武者 但是他們三個人沒有一個外省人大 所以這個變化是非常清楚的 主要我講到現在 其實透過這些歷史性的解釋 我們可以看到 從古典的民族理論 一步一步轉向了另外一種 也就是典範的轉 好 OK 下面一步自找的地方 就是這個感情 我們帶來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金總編的這個很精彩的分析 那本來的題目是 台灣民主別黨與族群糾葛 我覺得這個好像是族群之間的忌憚 才能讓台灣的民主有一個很特殊的發展的脈絡 這個我想是很好的一個觀點 很犀利的一個批判性的一個思考 那我想可以繼續來思考 我記得台灣有一些海外的台灣人 他們比較希望就是說 台灣最好的一個保障 是中國民主化 他們把希望寄託 也就是說中國的民主化 讓台灣才能夠真正的得到一個 最安全的一個保障 但是看來聽來今天 金總編的分析好像說 中國的民主化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這一點讓我們也感到相當的 覺得還需要再繼續的來思考 來看 那不管怎麼樣 其實我有一個發現 那個金總編他是歷史起初生 所以今天的分析 其實每一句話都跟史學分析的方法 非常的接近 就是有貧有趣來分析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大家很敬佩跟學習的地方 那個我剛才也忘了講了一件事情 那個當代雜誌的這個重要性 剛才聽了金總編的這個介紹說 中國的這個自由主義的這個思想的一個邁座 從祖安庭的這個觀察雜誌到美政的自由中國 那我想我們在那個巴黎元代的時候 所有的讀書人沒有看當代 那個根本就不能當作讀書人 當作知識分子 所以那個金總編的當代雜誌 其實是影響了我們整個世代 大概四五六年級 幾乎都受到這個雜誌的影響 這一點呢 我想我們比較像金總編這個刺敬的一個地方 好 我們好像時間是預定要四點要開始做中和的座談 那中間有一個休息的時間 我們現在就進入進入休息的時間 你要休息以前我找一個明星 因為你剛剛講了一個 從大陸來的以雷震服飾做出的這些想祖堂 但是呢 他對本地臺灣的政治農業參加這個主導 這很難 台灣人 對 台灣人 對 對 但是 雷震 他一直一直雷 他在 他有 對這些外省 是大陸來的這幾個人 他可以知道 但是 他自己都可以知道 但是 在亞洲協會裡頭的檔案 就是我們亞太基金會的先生嘛 我們這個檔案裡頭 我把這個全部的檔案請一個那個 這個在當社長的檔案 我提議要他把它組織出來 所以組織了以後 差不多 三四箱 送到台大的圖書館送給他 他沒有人感謝 在這個紀錄裡頭 有一段的意思 他怎麼樣呢 這裡有個紀錄 一個紀錄表 最後中國雜誌出來的時候 一本 不得多少 那時候 大家都想出來 這 是最重要的 經過一個月兩個月以後 他們增加 東南亞的華人 也爭相購買 爭相購買 一本 有這多少 這個就是一段的意思 其他的 改天 我請你多差 我有很多話講 因為台灣人唯一 跟 劣政 务政 劣政 劣政务政 小道平 跟高藝術 跟五三年 跟民間居 跟高藝術 唯一 唯一 有來往的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 大概唯一就是 我覺得很多故事 正好可以印證你 還是我可以跟你交 所以這個租黨的 台灣人的租黨 跟從大陸來的知識動作的租黨 對不對 張摩前在東海大選 對不對 他們這個怎麼來的 而且在台中的中央書局 是一個台灣的文憑集中的地方 怎麼樣跟東海大選來的 大陸人的這些政治政策 怎麼來往 這個 大概 我的第一小時 所以改天 我請你吃茶 好 因為你這一段的要求 台灣人 跟中國來的人 怎麼合作出台 開始 是 大陸來的人看不起台灣 說他不能行 今天你包入了一個 一個基因 說文憑民的什麼 先言 後面 有一個 這個 是誰 這個 可能是很高 好不好 改天再說